11月1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指出,部分激进网民在网上发起所谓的三霸,蒙面的激进示威者干扰公共运输系统,导致市民上班上学受阻。 他表示,这种企图瘫痪香港,造成香港停摆的行为是极为自私的。 部分激进网民继续在今天鼓吹所谓的三霸的行动,导致香港有不同的地区仍然是出现了有些激进的蒙面示威者在干扰的路面,和影响我们香港的公共运输系统。 大家都知道,有些铁路的路线都已经受到阻碍,这些交通情况出现了阻碍,令到大批的市民,他们上班上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示威者,这些是想瘫痪香港,造成一个真的好像香港停摆了,不能够上班,不能够上学的现象,是极为自私的。 被问及教育局是否会因为暴力活动而宣布停课,林郑月娥认为,政府不可以贸然把正常的活动暂停,否则会跌入圈套,造成社会停摆现象。 林郑月娥指出,各行各业市民坚守岗位,不向暴力激进行为妥协,坚持上班、上学,政府部门和公共交通机构已积极应对,早前被破坏的交通设施,特别是多组交通灯,有关部门正在尽力修复。 他又赞扬市民自发心理露面的杂物露障,表达对香港的热爱,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全城各界共同直报,每位市民都可以出一份力。